大家好我是王医生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这个病毒的蛇疹问题 我们先看这是一个年龄不大38岁的一个男同志 他呢就是晚上睡觉不好白天呢老没精神这是特的一个问题 平常呢容易困睡眠呢我觉得浅平时吃饭也不多 然后这个性生活那方面呢也不怎么好38岁年轻了 主要的有一个肝脏肿和一个甲状腺结节 来我们看这个蛇腺反应甲状腺这一块的来 我们说过这个甲状腺你看他的就非常明显的这个冷 然后他就好像说是这个舌头分成两大部分 这呢是一部分这圆圈的边上这些地方是一部分 这就是节节体质甲状腺他的就很明显 另外呢你看他总是没精神一呢是这块偏于凹陷 二呢你看这个舌尖突不出这个肩来 这地方呢还多多少少有点那么往里面这个腺 所以这个是一定他没有精神他虽然没说 包括他平时包括这个胸闷呢哪怕走的路气短呢 心肺之气上胶的心肺之气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 他呢再一个呢就是他有拉肚子的情况这个是湿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舌苔呢偏腻 虽然不是后腻是偏腻的你看尤其是下胶这里面还有这些点点的这个偏滑的是个水滑的 所以他有拉肚子他有水滑的问题还有呢他容易上火我们看就这个肝胆的地方 看他上火的情况我们说过这一圈呢是有干预的问题再压着这个舌苔想明显的只有这有这几边没有边和尖 他之所以不红呢是因为他血色不够但是这一块是上火的原因 血色不够血少上面的火和下面的水我们说过这样的关系 他是由于血少了以后容易上火就是因为这个血分的问题 他是因为血虚的问题汗血同源金血同源他有这方面的问题 有水是不化的问题有血虚的问题他血虚还是很明显的有心肺功德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所以他呢这地方如果说是正常人身体强壮的话呢是偏红的边尖 但是他不红不红呢露出了底色是血气不足的问题 所以像他这一类上火呢你就不能包括他又拉肚子 你就不能过用寒凉的来轻热要考虑是有滋阴这方面的问题啊 你比如像平补的像这些麦冬啊百合一类的可以这个滋补在血虚的同时可以考虑滋补的问题 这是他的一个容易上火的这个问题 还有你像他年龄才38岁是不是 这个舌头呢说实话的虽然是偏正这个血色呢是太淡了偏于黄白 虚相还是很明显的 实也很明显虚也很明显虚的就是舌色的淡以及这个肩部的 实的呢就是这个干预的问题和这些湿的问题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像这一类我们调理起来的时候呢还是一句话 中医的调理是综合的你这个食食的很厉害都不怕啊 你说我这个肚子炸不拉大便多少天没拉大便就是一个食那个没关系一泄就行了 你说我就是虚可能累的了就是虚啊大补元气的这些都行 虚食夹杂鱼血和血虚夹杂你像这个食食血和血虚夹杂你过于补血 它就影响皮胃功能你补了也不是白补如果说是你反过来你说我就治这个拉肚子出湿 过于的出湿有造伤阴还会影响血粉 所以中医复杂就复杂到这他治病不是说机械性的 他是灵动的啊这是中医治病的问题 今天谈的稍多了一点啊 总之他这个问题是夹杂的比较明显 今天呢我们就记着像这个接接体制和干预线的问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看我第一篇的微头条进行资讯 观众王一生一起做综合传承人